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知道当时他们经络配属问题到底是如何配的 不过根据结果咱反推出来 就是说可以推导出其中的缘由 当然了 虽然说咱反推 然后是咱推导的 那也可能对 也可能不对 所以说这仅代表我自己的一个想法 然后至于对不对 大家自己去考量 那以前咱讲过 阴阳的本意 阴呢就是物气的聚合 阳呢 就是物气的发散 咱具象的思维 咱用取类比象 取象比类的方法 咱们可以知道 藏属阴 辅属阳 为什么会这样呢 原因是藏为藏经器而不屑 如物气的团聚 然后辅呢 它是传化物而不藏 所以说呢 它就像物气的发散 所以说 阴经咱用藏来命名 阳经呢 咱用辅来命名 讲到这里咱出现了一个问题 咱们平时讲五藏六府 五藏六府 那十二经脉 有六条阴经 有六条阳经 既然说阴经用藏来命名 现在五藏缺了一藏 那该怎么办呢 其实像咱古代的人 是非常智慧的 就是说 他知道缺一个补一个 那 他们 并且呢 就说他们不 不单知道缺一个补一个 而且他们知道 缺每一个 为什么要补这个 就是说 一人 得到 鸡犬升天 这个咱也知道 那五藏安排完了 不够 那咱就安排随从嘛 对不对 然后 但是要安排哪个随从呢 当然是哪个重要 安排哪个了 咱知道 五藏之中 心为君主之官 神明出焉 神明之府 它是不是最重要的呢 其实上就是 所以说 安排新的随从 到这个六阴经当中 是最合理的 那咱知道 心的随从是什么呢 现在咱知道了 是心包 心包是什么呢 就是包裹 心脏的一种物质 叫心包 然后呢 心包呢 对 这个心脏 有很好的保护作用 为心的随从 所以心包就被古人 安排进了六阳经 的名称当中 当然了 咱讲完了这个心包呢 就是说下来 还有个问题 就是三交 三交 关于就是 关于三交的说法 现在在皇帝内经也好 包括就各种典籍也好 说法并不统一 但是并没有一个非常 就是说让大家认同的 这样一个说法 来证明 说什么什么 就是三交 这个倒没有 当然了 我也不想去 我也不想去 就这个事 然后来纠结什么 咱 只是说 这个我自己的 对三交的一种看法 交呢 它本身是会议字 本 它本意是指火苗的尖头 那三常用呢 咱知道 它是代表多的意思 如三减齐口 或者是三四而后行 中的三 就是多的意思 咱知道 三是多 所以三交就是人体中 所有火苗尖头的总称 不管你是军火也好 向火也好 还是干火也好 还是胃火也好 它的火苗的尖头 都属于三交 那火属羊 上属羊 那咱知道火苗的尖头 属更属于羊 所以三交属羊 这样呢 六羊精的 经脉中就有了三交的名称 这时候 咱就可以来讲讲经络配属的问题了 由于经络 它有手足的不同 那所以说咱要首先明白 哪三藏在手 哪三藏在足 咱知道 练武的人都知道 这样一句话 手是两扇门 全靠腿打人 这样一句话 大家知道 其上这个呢 这句话呢 在咱这个经络上也有很多意义 那手是门户 管出入 咱看看生活当中的手 把别人的东西拿过来 然后也可以把咱的东西拿给别人 所以说这就是出和入 那这时候咱想啊 心它主要是接受 外界的信息 它为入嘛 对不对 当然了 虽然说肾 它也有 主管纳气 也是入 但是和心的功能相比 那肯定自然是以心为大 肺 它主要排着 为出 所以心肺了 两条经络 就在手上 那心包为心的护卫 它自然也在手上 这时候 咱知道啊 这个 手上的三条 阴经出来了 因为对应了三脏嘛 对吧 然后呢 咱再用氢镯来分阴阳 镯为阴 氢为阳 由于血内富含营养物质 所以 血属氢 人体当中心藏血 肺排着 所以呢 这个心主管氢 为阴中之阳 然后肺主管 镯为阴中之阴 于是呢 咱知道 肺是两个阴嘛 阴中之阴 咱知道 它属于太阴 然后心呢 是阴中之阳 一阴一阳 所以咱知道 它属于哨阴 那心包呢 它就归属于结阴了 剩下 咱知道了 刚才咱说了 就是手上这三脏 咱再来看脚上的 剩下的这些三条 经络 肝 肾 和脾 这三条经络 那它只能落在腿上了 咱们回顾一下 脾肝肾 它们的功能 脾 主运化 运化 水 营养物质 脾和水液 甘主输泻 输清气 泻浊气 慎主纳赦 纳入清气 以水和气来分阴阳 水为阴 气为阳 那以清浊来分阴阳 则清气属阳 浊气属阴 并且咱知道 藏属阴 那所以说呢 脾主运化水液 为阴中之阴 然后呢 慎主纳气 为阴中之阳 肝为疏 清 谢浊 他既管阴又管阳 所以说 他是半阴半阳 那咱知道了 他属于绝阴 所以 咱知道了 足太阴 脾经 足绝阴 干经 足 少阴 圣经 这时候大家想一下 咱六条阳经 出来了吧 六条阳经的配属关系 出来了吧 那咱看看 就是说 再看和这个产生对应关系的 那咱知道 大肠主排泄 和肺 它排酌相合 所以咱知道 肺和大肠相表领 然后呢 就是说 饮食物多在小肠被吸收 它这个和心 从外界接受 营养物质相合 所以小肠和心相表领 然后 胃中的饮食向下运动 它和体运化功能相合 所以体胃相表领 然后膀胱呢 它储存水液和肾属水 为水脏 所以说呢 膀胱和肾相表领 那体内胆质排泄呢 和肝主输腺功能相合 所以肝和胆相表领 那剩下的也就是 三胶和心包相表领了 这时候 其中咱这个十二经络的 这个配属关系就出来了 当然 这个大家想看的话 我那个咱 哎呀算了算了 这个在 就是我 讲的第一 就是这个十二经络分布的 规律的第一节 我已经讲过了 那个啥 不明白的去翻之前的 看就可以了 然后 那咱 就是了解经络的知识 到底是为了干嘛呢 说白了 如果咱单纯只是为了炫耀 说哎 别人不知道这个经络 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 我知道 或者说啊 怎么怎么样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就没有必要了 咱来了解经络的知识 咱主要的目的呢 就是为了应用 如果说呢 咱举举举举举些例子 来说明这件事吧 如果说咱治疗就是排着功能下降 障碍的 病症 咱就刺激肺经就可以了 然后如果咱治疗接受外界信息功能下降 这样的病症的话 咱就刺激心经就可以了 如果咱治疗孕化功能的病症 咱就可以刺激脾经 如果咱治疗疏泻功能方面下降的 咱就可以来刺激肝经 如果说咱胃部出现不适的话 咱就可以刺激胃经 如果咱胆囊炎的话 咱就可以来刺激胆经 等等等等 其实上这个推而广之很多很多 当然咱今天主要是讲经络 具体的应用 以后咱有机会再慢慢的跟大家讲 当然了 实际上就是真正的诊断方法呢 咱知道有子午留住 有病急十九条 当然以后这些我都会讲 那今天呢 咱就大概的就给大家串了一下 就说他这个十二经络 到底是如何就是把经络和这个脏腹 相串联到一起的 如果大家在这方面有什么不明白的问题 然后可以留言给我 当然也可以私信给我 当然了 除了这些 大家在中医方面有什么不明白的问题 都可以留言给我 我根据大家的问题来提供相应的回答 当然了 这个经络的分布规律呢 到这儿其实上没有完 因为之前我记得之前的话 就说我跟大家谈过说 咱有脏腹别通啊 或者是说等等等等那些东西 然后咱改天再讲那些东西 当然这还有个事儿 我以后也要讲 就是关于这个阴阳的问题 为什么阴是雾气的继合 阳是雾气的发散 这些我都要讲 但是呢 最后我想就是跟大家说啊 就是说如果大家想学好中医 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准备一本说文解字 因为就是说说文解字 是东汉许慎编的 然后它是中国最早的一本词典 一本字典 它那上面很多解释 是最原始最初的那个解释 当你看了那个解释以后 你自然就明白了咱中国传统文化里面很多东西 它到底是个什么含义 好 我今天就讲到这儿 谢谢大家的关注 欢迎大家关注 转发 评论 拜拜